好 另外镜头转到台中是来看到这里有一个张姓妇人 在7号晚间到太平均的一家连锁超商偷饮料 结果被店长发现了 没想到这名妇人竟然变称是神明只是她来偷饮料的 让警方整个是啼笑皆非 最后还是依照妾道罪移送法办 穿着红色上衣的妇人进入超商里 左顾右盼 趁着没有人注意将两瓶宝特瓶藏进左肩的背包里 接着拿起一瓶十元的饮料前往柜台结账 就想要离开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但诡异的行径早已被店长盯上 店长查看监视器画面 果然看到妇人偷窃 立刻把正要离开的妇人拦下来质问 没想到对方恼羞成怒和她发声拉扯 还抓伤她的手背 甚至向她辩解是遵照神明的指示来偷东西 店员手上还留有被抓伤的痕迹 怎么也想不到台中市太平这名57岁的妇人 平昌烧香拜佛 起意时贪念 竟然进超商偷饮料 还摆责任赖给神明 偷窃的供词让警方啼笑皆非 被侮赖的老天也太无辜 众人新闻廉家进城宇宙台中采访报道